释迦牟絮 释迦牟尼佛之後第二拜就拜阿彌陀佛了 這是権土的道士 释迦牟尼佛是磁土的道士 阿彌陀佛是彼土的道士 我都告诉了阿弥陀佛的什么姻缘 什么怨恋 要求我们去 一心观里极落教书 极落世界的教书 因地文法 极发无上正觉的经历 在这个因地 咱们都有因有果 我们现在就是在因地 我们还没有正果 我们都是在因地 在因的这个地位 不是果决果的地位 是因 将来各国 底下国有个很特殊的因果同时 很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先说我们是因地 阿弥陀佛当年迪洛德教书 他在因地的时候 在因地什么时候呢 他是国王 这个国王称为士饶王 士很丰富 饶是饶族 族啊 崩族啊 士饶王 那个时候有佛 佛叫士自在王如来 故事的时间很长 这个国王 他是因地啊 他听见这个佛的说法 他就事先自在王如来的说法 他就不做佛王了 所以那个那个 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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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当出家人 国伟不要了 他就出家了 出家了之后 他这个法名叫做 一下过了 就是法藏 法藏比丘 印第文法 他就发了 就听世间王自在如来的这个说法 发了无上正觉之心 所以我们这个正觉就是觉悟 无上的这个正的觉悟 觉就是菩提 菩提这两个字 是 布达 是印度话 这个菩提是翻了音 没有翻字 没有翻意思 翻了字的音没有翻意思 我们翻成觉就是翻了意思 说一个是翻了意思 一个是翻了音 所以菩提就是 就是觉 这就是正觉 所以发无上正觉之心 就是发了菩提心 所以因为因此 我们现在都需要 发起菩提心来 就是发起觉悟的心 发起佛的心 住真实会 他是住于心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真实的智慧之上 无量寿经有三个真实 一个是真实之计 他一画显示真实之计 真实的本计 一个就是法藏后来就是 住真实会 一项专制 庸勇精进 一项专制 庄严静土 他怎么庄严静土呢 住于真实会 就庄严这个静土 所以真实之计 真实之会 再有一个是真实之利 说为什么要出现 于是 释迦牟尼说 是要给众生 真实的利 利 我们现在做慈善事业 很多人要做很多 你或者要是 做什么这个幼儿园 敬老院 那种种的能让这个众生得到好处 甚至你叫他 一人给他一万美金 他可以生活得很愉快 这不是他的真实之利 他这个寿命完了之后 他又要轮回 这一步后头 还是这个一个后头 这个噩梦 还无穷无尽呢 你对他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要给他真实之利 这三个真实 真实之计 真实之会 真实之利 这是因为夏老师的汇集 出现这个三个真实 说在这个真实 三个真实 我就在里头 做了很多的解释 互相是 呼应的 正因为你是开化了 真实之计 真实的本体 显露了 所以你才能够流露出真实的智慧 因为你有真实的智慧 你才能为众生谋求真实的利益 除此 你也有好心 也愿意谋利益 你是否做得成功 做得成功之后 那个利益到底有多大 真实的利益 真实的利益 是彻底的隐恒的 真实的 究竟的 让众生都成活 这是真实之利 所以它是这个 所以这个文字就简单了 三个真实 说说一个真实来 说一个真实来 就说智慧是根本嘛 这个从真实之计所流出来 有真实智慧 它就可以来拔这个众生的 勤苦生死之本啊 众生这个生死是苦啊 勤苦是什么 没完没了啊 这个勤世它没有停止 没有休息啊 劳是苦啊 这个勤苦这个生死 这不是死了 这真的咱们再生 有一天总要死 所以我就记忆点了 你们才有原因的 死了之后又要生 生了之后又要死 那就没完没了啊 所以这个勤苦啊 这个勤苦生死 它有个根本嘛 拔这个心啊 阿弥陀佛 要为一切众生 拔除所有众生的 生死的根本 所以这个志向大啊 所以我们觉得 真正要信了佛 为佛 做一点事情 你这个人生才有意义 不然 对不起今天吃的粮食 来之不易 也是众生的辛苦 你怎么报众生啊 只是享受啊 你做的那些工作 对众生起了多大的好处 答应很大的问题好 灌出的一些学问 灌出一些什么东西 都是对于这个这个这个 拔出生死 清国日本 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就是说 我们真正的 也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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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像这个 阿弥陀佛一样啊 发出这个大信啊 都在因地之中 所以它就弃国将亡 国家它也让归了 王位它就舍掉了 捐赠 不要了 捐就是捐弃 不要叫捐赠 叫捐弃放弃 出家做沙门 沙门就是 翻你的这个因 沙门和这个字 用这个和尚这两个 和尚也是尊称 大家用烂了 释迦牟 你这个名号 他都不熟悉 可是十万亿佛土之外 阿弥陀佛 咱们是老太婆 小孩子都知道 阿弥陀佛 高兴阿弥陀佛 你骂人 你是阿弥陀佛 都知道 这个不是个偶然的事情 为什么你要是 你自我需要的老师 校长你不知道的名字 外国有一个需要的校长 跟你毫无关系 你都知道了 不可能 你还老提他 不可能 这个事情是个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不可能是为什么出现 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呢 阿弥陀佛愿十方的佛 都去传扬阿弥陀的名字 让十方的众生 都听到这个名字 十方的众生 都羡慕这个地方 念这个名字 都得把这个九号世界 老师这个事情很明显 不是个偶然的 所以这个圣文释放 如刚才我们这个 在我们这个图 说释迦牟尼佛的说 也正是如此 所以佛就来 他是接引道士 我们这个本师是释迦牟尼佛 而是彼土的道士 是阿弥陀佛 我们在阿弥陀佛的名字上 加引 接引两个字 我们就是临终的时候 靠佛的愿力 他来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不是我们自己 能从这个世界 去达到那个地方 而是靠佛的愿力 接引 当然也有 如果你收到 跟菩萨同等地位 那自立可以往生 但是那个是 异议人中难得一个办法 真正你能够得到 是个上品生 佛来接引 已经是极其出生了 所以佛又称 阿弥陀佛又称 接引佛 又称接引道士 这个接引的这个事 下去有了 就不重复了 以后再不问 接引是这么含义 这一拜的时候 又要拜了 这个拜就拜 纳摩阿弥陀佛 也是拜三生 这个三句念完佛之后 就起来了 恢复 站着 念是站着念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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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